美国太空总书表示,30号将发射毅力号火星探测车 这台车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车上有两台成像器与激光光谱仪 可以向火星表面发射紫外线激光 并且透过测量紫外线撞击火星表面之后的散射方式 来推测火星表层岩石与土壤内的矿物质与化合物含量 这些数据将能帮助寻找与确认火星上是否存在微生物 值得一提的是,毅力号机械手臂的末端还会携带上一块曾经坠落地球的火星陨石 这块陨石简称SAU-008 外观是一块典型的玄武岩,不过里面却有灰石、橄榄石与长石等矿物质 且推测大约是在60万到70万年前 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火星而被喷射进入太空 并且于1000年前坠落到地球上 之后就被收藏在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 透过这次的返家任务 研究人员将能以陨石作为校准目标 来帮助检测与调整异力号火星车的工作状况 如果天气状况一切顺利 异力号将于7月30日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并且在经过7个月的太空旅行之后 于2021年2月降落在火星表面的截落陨石坑内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